等 睡眠电视与您惺惺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 点诗心药建言 点诗心药建言 国王问上师说 我们如何对果生起不变的确信呢 上师答道 注意点听啊 国王陛下 菩提正觉心并非是由因所创造的 也不会因为环境而被毁坏 觉醒心并非由足智多谋的诸佛所造 也非由灵巧的友情众生所生产 它从本初以来就存在于你内在 是你的自然资产 既然心即是诸佛的源头先主 因此当你透过上师的口诀 认出他时 就好比认出一个你本来就熟识的人一样 三世诸佛都是在得到稳固的禅定力之后 相续不断地食物上述道理 中而觉醒正悟的 就好比王子登基王位一般 醒觉而悟到这本初以来就自然任运而存的境界 这远离一切恐惧与胁迫的境界 就称为拥有对果的确信 国王问上师说 什么能让你斩除偏奇及过失的混乎呢 上师回复 国王陛下 无论是怀有希望或是感到恐惧 都是因为不了物见底的过失所致 觉醒的正觉菩提心 既不会吸济成觉证物 也不恐惧会落入有情众生的存在状态中 执着于有修行者和禅修的种种概念 是因为没有斩除二元心的投射的过失所致 你的法性的固有本性 实是敌于戏论造作的 其中没有所谓的禅修对境 没有禅修者 也没有需要锻炼培养的禅修 取受或是排挙的心态 则是因为没有斩除贪着或执着的过失所致 自心原本自有解脱且空性本质 既没有能让你执着的事物需要完成 也没有能让你怀有敌意的事物需要排挙 自心本然的状态中 并没有必须取受的美德或是必须排挙的罪恶 贪着所拥有的事物是因为不了解如何修持的过失所致 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修持就是要远离所缘和直取 并且要了解 贪着与执着其实没有所依基础与根本 若将以上所说浓缩为单一句话 见地即是远离确信或定见 禅修即是不要把心置元于任何事物上 体验是要离于回味 而果则是要超越过去 三世诸佛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教导 都不可能有别于这些内容 这就称为斩除其路及过失的捆服 国王问上师说 禁除确信或定见的过失是什么意思呢? 上师答复说 即使你已了悟至心是佛 也不要离弃你的上师 即使你已经了悟显向即是心 也不要中断缘起有漏的闪根 即使你并不需求佛果 还是要崇敬殊胜的三宝 即使你并不恐惧轮回 但是连最细微的罪行都要避免 即使你已经对自心、本性 有了不便的确信 也不要轻视任何心灵教室 即使你体验到了三摩地的功德特质 较高深的境界等等体验 也要戒绝自满与自负 即使你已经证悟了轮回与涅槃 是无二无别的 也不要停止对有情众生持有悲心 国王又再提问 得到确信或定见指的是什么呢 上师答复道 要确信从本初以来 你的自心就是觉醒的佛果 要确信一切现象 都是自心的幻变展现 要确信果就在你内心 不会在他处寻获 要确信你的上师就是佛自身 要确信见地与禅修的本质 就是诸佛的了物 为了得到如此的确信 你必须修持 国王又再问到 拥有口传的传承是什么意思呢 上师回复道 透过加持的善巧方便 虎弦王如来将这些秘密言教 传逝至金刚萨多耳中 金刚萨多将这些秘密语 请注到 嘎尔多杰尔多杰尔中的小河里 嘎尔多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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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中的小河里 除非你憎悟了法性的無身本質 否則即便身為君王之身 生命的流逝也如同水中泡王般 除非你體驗了超越念頭之法性的固有本質 否則當你那如彩虹般毫無實質的王國 和世間權力退為和消失時 你將會受苦 除非你與自身本覺長相為伴 否則當你離開此生時 你將無法斬斷自己對後非、無從 以及臣民們的執著 而這些人只不過是一趟旅程中 被流逐深厚的熟識者罷了 除非你已鮮熟於見地和禪修的本然境界 否則你將會從一世輪轉到下一世 就像在水車的輪圈上一樣 於出生時進入、在死亡時離去 除非你以極盡和平的真理 來治理你的王國 否則嚴苛的律法 就如同一棵有毒的樹 將會摧毀自身 偉大的國王 我懇求你以符合佛法的方式 來統治王國 上師還教導國王 國王陛下 在這個時代的中末 人們渴求殊聖的教法 卻不會了解這些法教 許多人並不遵循佛法演教 卻自稱是修行者 那時候會出現許多說大話的人 但成就者卻非常稀少 那時的人們將是難以調伏的 在那個時候 我們必須以這些教法來守護佛法 所以你現在必須以符合的方式 封存這些教法 國王陛下 在你最後一生 你將會職遇這些教法 以及那些保護佛法的人 那時你將會止息再生之流 並進展到實名者的慰藉 因此現在先不要洪傳這些教法 國王十分歡喜 供養了一個黃金曼達坦城 並做了無數次的鼎禮和繞行 寶藏印 埋藏印 祖父印 赤松德征國王 供養了一個黃金曼達坦城 給偉大的蓮花生大師 然後說 真是奇異啊 殊勝的上師 我懇請您教導一些可以揭示出 小秤和大秤並無抵觸的羞恥之道 上師答覆說 奇異仔 偉大的國王 一再以具有福德的俠滿人身而身為國王 是非常稀有難得的 因此要好好同理佛法王國 這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會設立嚴峻的規則 來管束世俗的種種活動 但這會對一切眾生帶來傷害 因此培養菩提心才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會以極大的愛戀心 珍視這個虛幻不實的身體 但是死亡到來的時間 其實是不確定的 你的擺法和皺紋 就是死亡的征兆 因此要升起燕底心 要努力學習療癒之道 及修持佛法 這點非常重要 讓我們得以進入解脫之道的誠意 是保持修慧心與謙遜心 並避開惡性 因此遵守戒律 不損傷欲移 這是很重要的 有情眾生是悲心的對勁 因此在面對新認識的人們時 要秉除偏見 要帶領你所有的隨緣 成名和親屬走向佛法 並支持他們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怎樣也不可能 積蓄充足的用品 好比食物和財富等等之具 因此要讓這些資具為佛法所善用 不要讓他們變成仇敵和鬼魔的食糧而浪費 沒有信心和前進心 我們便領受不到口訣的行藥 因此要以信心、前進心和性愛 來崇敬和成事傳承上師 這是很重要的 上師能為你揭顯你自身 及具有的佛果之志 因此 要向持有口訣傳承的上師 請求口訣 並用口訣加以實修 這是很重要的 你若是讓自己的身與意 維持繁夫平庸的狀態 那是領受不到加持的 因此 要專注保持自己的身即是本尊 與即是咒語 即是超越概念的本然境界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總是從事繁庸的行為 那麼你的身與意 將會在這些世間經歷中 變得狂野不遜 因此 要善巧地捨棄惡友 不離於三間必因 這是很重要的 你的父母、兄弟、兒子 與配偶皆如同過客一般 你們不會一直相聚不離 因此要捨棄貪拙 要節制女拜 因為這是輪迴的根源 這點是很重要的 此事一切的成就、名譽和聲望 是散亂與障礙的成因 因此要捨棄對此事的全神貫注 並與世間八法完全斷絕關聯 這是很重要的 你現在所有的體驗 各種不同的快樂與苦痛的感受 都是膚淺與不真實的 因此要認出一切顯現與存在的現象 都沒有所謂獨立的存在 它們就像是神奇的幻象與夢境一般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心就如同一匹未馴服的馬兒 狂野敵奔跑在他歡喜的任何地方 因此要時時提醒自己 保持正念、覺察與良知 這是很重要的 無法被精確指出方位的自心本性 其本身即是本然俱身 自身自存的本覺 因此要深入觀照自己 並認出你的本性 這是很重要的 想要緊握住心的時候 心並不持續 因此要由內在去放鬆身與心 同時保持對自心本然境界的覺知 這點非常重要 一切減損和真見 都是心念的雙重名望 因此要放鬆那煩亂衍生的 種種思想活動 同時讓心念於其本然境界中解剝 這是很重要的 一切求取成就的努力和企圖 被野心的神所欺負著 因此要讓你的想法 於遠處前進 遠離蓄意努力與野心 這是很重要的 心懷希望或恐懼時 是不可能成就佛果的 因此要確信 自心的空性與無聲本質 超越了要獲得佛果 和會墮入輪迴此兩者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奇異宰 仔細聽啊 國王 你若能這樣去修行 就不會覺得大秤和小秤之間 密咒秤和信香秤之間 或是陰秤和果秤之間 有著任何矛盾抵觸 因此偉大的國王 將這點牢記與其他 偉大的國王 在這個時代的終末 你將切斷再次投身的相续之流 並結束文會 佛果的本訣 將與你內心展現顯露 你將不停洗地 承伴眾生的利益 將這些教法 當作珍貴寶藏一般 埋藏起來嗎? 聽聞了這則 有著升起次帝與圓滿次帝 雙戎合一的劍炎之後 國王十分歡喜 做了許多的鼎禮與繞行 並且撒了許多金粉 以上即使有關重要劍炎的口訣 它與所有稱別 都無有矛盾抵觸 寶藏印 埋藏印 主腹筆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 就僅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帶著大家知素 放生 生命電視台帶著大家知素 適時 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都護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 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佛教慈悲智業基金會 台南分會書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師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開始 每周三下午3點到5點 招收對象 國小 國中生 請提早報名 報名電話 06271 6616 06271 6616 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 永大陸二段345號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意 共睦佛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參加共修 敬請佩戴口罩 量體溫 新逢觀世音菩薩 成道日 慈悲至夜 花蓮中心 禮拜三昧水燦 點燈供水 要供 甘露詩食 佛錢大供 宮請常駐法師 主法領眾 日期7月17日 農曆6月19日 星期日 時間上午9點開始 地點 花蓮中心 花蓮市建國路160號 電話 03831 1673 03831 1673 敬請與惠菩薩 全程配合防疫保護措施 Gyate Gyate Hara Gyate Hara So Gyate Poji Swaka ș vendo Mr.Hara Gyate 河 kin muchís 世音菩薩 Henna Hara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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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